在街高中在在日前 起辦一個相當難得的活動 這是郵政家長會長的出行 邀請到11位來自美國、法國、德國、 新加坡和日本的貴賓 到在街高中參加到交流更好 好好從學校的交換隊中 分享給這11位的外賓 來進行到文化和教育的交流 在街高中 日前起辦了一場相當有意義 並且非常難得的活動 這場活動是由前任的家長會長來出行 總共邀請了5個國家 來自美國、法國、德國、新加坡、日本 總共12位來賓 來跟好好進行參訪 今天很開心 就是我們洪會長 他的相關企業 今天有5個國家的一個企業人士 總共有12位 到我們學校這邊來做參訪 我們用這樣的機會 請我們外國的這些朋友 跟我們學生這邊做對談 也經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學校一直在推廣我們的雙語教育 還有我們的國際教育 經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讓學生實際上跟各國的一個企業人士有互動 然後他們經由這樣的方式可以很務實地去連接到國際 甚至在企業或是商業方面的一個知識 可以做一些很棒的一個連結 那今天來的5個國家呢 有法國、德國、美國、新加坡、日本 相當的豐富和精彩 我想這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和經驗 可以帶給我們主企高中所有孩子 連結到國際的一個機會 這段活動就帶領十幾歲來自不同國家的貴賓 夠好好進行參訪 中後是參觀、幸福 以及了解特殊確定的內容 中後就叫好好老師 作為來享用營養的午餐 而不就讓學生 叫這些來自國外的貴賓合同 讓學生可以到接觸 計劃更多的想法 學生生活整理想在家鄉彩虹不得 用一句話來形容 幸福會是什麼 光著腳踩在土地上 兩句話呢 我話說今天都說 人生有的沒的事情有很多 我們就形容比較簡單 三句話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好山好喜 自己的家庭在這邊 去做自己喜歡的 幸福對我來講 就是可以吃到產地最新鮮的豬果 所有的食材新鮮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台灣的很多主產現在都被林均餅 送就是要送國內的東西 看到一大堆 苛殼堆成的山 等下這個設備呢 幾百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嘉義憲 第一個 來做這樣的工作 漁民 把他不要的東西 他可以換錢 就政府來講 他可以介紹路來 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海費編黃金